所以你可以很明顯的看到,現在的市場的要求 我們講一句話就是要低總價 低總價當然就是要小平數 那個以往在追房子的時候,那時候的市場 是你越大的平數,你的單價越高 你了解我的意思嗎? 現在的市場是你大平數同一棟大樓 你的大平數的單價可能會比低平數的還低 所以我就覺得是說這個市場是在欺負窮的 因為你總共買小平數的單價會比較高平數 相比較強,因為大平數比較不好賣 小平數比較好賣,那當然客群就會把單價拉高 因為大家強 這個是一個市場的趨勢 跟那個八九年前的市場是不一樣啊 你的平數越大,你的單價是越高 小平數是因為那個是一個市場的需求 是看市場的需求 那個 我們其實英董我們只是自己在討論 討論 因為開董事會的時候大家會討論這些 我們大家都覺得這個是一個市場的趨勢 未來可能有一天市場的趨勢 又會往大平數走啊 因為理論上來講應該是我們的經濟成長越高 平數應該要越大 不應該是往下走的啦 我們在看一個國家的那個 那個強盛與否 老百姓的生活水準高低 是看你每個人能夠有的平數 越高的是越好 越強的國家 如果是世界上的人 就能達成長越高的 什麽 精美大事 最終的